28年做一個歌手 都在台上別侮辱 導演出來道歉 一個都不能少 第三 國家相關機關 徹查好聲音多年惡行 比如有人通過收選手前練才 錄製晉級黑幕等眾多被曝光的內容 並通報公眾 第四 記得付給今年的導師們違約金 但貼文過沒多久卻一度消失 引來原PO怒批 言論受到壓制 指出貼文被踢出熱門話題 還直接無法顯示 質疑可能是刺中要害 而目前這篇貼文又再度回到熱搜 中國網友也紛紛開罵 這種不公平的事情簡直是音樂界的恥辱 公開道歉鞠躬90度的那種 這種人以後哪個節目組敢用 建議封殺